财政部长林冠宁宣布 拨给拉曼大学学院的拨款 从每年至少3000万令吉 增加到4000万令吉 结果被马华总会长 拿督斯里未加强言语 林冠宁就是喜欢随心所欲拨款 至今都还没有解释拨款的来源 他还嘲讽林冠宁 受到丹荣比埃不选惨败的教训 而拨款给拉曼 但又碍于面子 即便拨款也不让拉曼轻易得到 财政部长林冠宁 今天宣布加码1000万令吉 拨款给拉曼大学学院 还强调拉大校友总会管理的信托机会 继续会在这个月底获得批准 一旦成立 拨款就会立即发放 从每年至少3000万 变成4000万令吉 那拨款加码了 那马华一直是以孩子论 来比喻跟拉曼的关系 那如今孩子多了零用钱 那父母又怎么看 马华总会长拉杜斯林 为加强在面对媒体询问时的 第一个反应是 一个冷笑 他喜欢什么时候给 他就自己宣布 然后我们之前说的 到底在国会有没有通过 对他一点都不重要 2019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 没有任何的这个行政拨款给拉曼 我们也提出了 没有人回答 教育部长也不能回答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吊愧的东西 政府拨款给拉曼 会加强是无人欢迎 但也按奉林冠英 原本是无新加码拨款 但受到丹荣比埃补选惨败的教训后 发现事情越演越烈 才不得不这么做 丹荣比埃的这个教训 我相信他应该是受到了 那么只不过的死不愿 就是说死要脸 就是说反正我给你 我也没有给你 这么容易给你 所以要讲的就是 本来你都没心的 然后发现了这个事情 三千万过后 看到整个东西越演越烈 你又加码一千万四千万 对我的写头是这样 另外会加强也强调 即便财长加码拨款 也并不等同 政府之前承诺的 每年不超过六千万令吉 行政拨款 叫大家不要错把冯金当马粮 他不等同于 政府之前在批文里面 政府的承诺 就是说每年不超过六千万的 这个行政拨款 这个是养马子的事 不要把冯金当马粮 我们也不是差不多生生 当你生病的时候 人生病不是找受益 所以我觉得对政策要 解决问题这个才重要 魏佳祥表示 拉曼风波继续耗下去 对财长也没有好处 而处于被动的马滑 除了咬紧牙跟继续办好拉曼 也无法做什么了 巴德空间 张雨林国会大厦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